大家好我是蒲公里美女的温老师 有一次呢小明去药房买保险套 药剂师拿给他 他就讲说你知道吗 我女朋友对我很好 他今天邀我吃饭 我今天晚上该有机会 结果小明出去的时候进来 他就跟药剂师又买了个保险套 他说我觉得我女朋友的妹妹 好像在挑逗我 我今天晚上应该有机会 他又出去 又跟药剂师买了个保险套 你为什么买第三个呢 他说你知道吗 他妈妈今天邀我吃饭 我觉得他好像有故意要接触我 今天晚上应该也有机会 小明就去吃饭了 他坐下来的时候 他们全家爸爸妈妈女朋友 还有他的妹妹坐在那边 小明突然祈祷 突然开始祈祷 他的女朋友就说 小明我不知道你这么虔诚 那小明说 我祈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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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爸爸不是一个药剂师 我们的年课